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家TV秀 今天到哪裡呢 台中 沒錯 我們在台中 距離上次跟大家介紹 台中必來的景點應該已經有三年了 時間真的過得非常快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2023年最新的必來的六個景點 如果你沒有來過這六個景點 你們一定會想說 就等於沒有來過台中 不是 這次如果你們沒來過沒關係 下次再來 因為媽咪這次要介紹給大家的六個景點 一天真的是玩不玩 建議大家可以安排個一到兩天 都沒有關係 慢慢玩 既然是這樣時間不多 我也怕我們今天玩不玩 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出發吧 首先第一站我們來到了台中中央公園 不是紐約的中央公園 那媽咪為什麼一定要介紹這個景點呢 這個景點我們在之前就來過了 但當時來的時候 有一些青紫色建築都沒有那麼齊全 但你這次來就會發現 完完全全會讓你直接改觀 而且目前都還一直在更新當中 那這邊是台中最大的公園 所以它有台中之廢之美名 那公園總共有分七大區塊 就像我身後這個 就是小朋友最愛的平衡體驗區 甚至很多造景啊 你可以拍完美照拍婚紗 還有你想要帶小朋友來這邊野餐啊 都非常的棒 順帶一提啊 過來遛狗啊 這邊還有一個很貼心的服務 旁邊都可以看到有寵物飲水器 你不用怕說天氣太熱啊 就是寵物突然沒有水喝怎麼辦 那因為佔地非常非常大 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總共幫大家整理出來 還有九個化妝室 我覺得非常貼心 所以這邊呢就是評選為 媽咪心中2023年台中必來的景點 要推薦給大家 這一站呢我們來到哪裡呢 就是我後方的拉拉帕 大家有沒有看到人潮非常的多 這邊呢就是台中最新的 欸不對 它應該不能算最新 因為它還在市營運當中 我們走在很前頭喔 它不能算Outlet 我有谷歌過一下 它其實算是一個山景的百貨公司 這邊呢它總共分兩個區塊 一個是南館跟北館 它佔地超級大 有2萬多坪 商家大概有300多家耶 這邊有很多的品牌都是熟識 從日本引進台灣啊 加入大家比較耳熟能詳的 日本有名的超級市場 以及小朋友很愛的遊戲中心 去購 今天呢就讓媽咪帶著大家 先繼續看為什麼 2023年媽咪會推薦來這邊採點呢 去去看一看 大家有看到這個人潮嗎 光是這個人潮是不是就很吸引我們想說 到底有什麼好逛的 好啦我現在已經進來館內了 真的是超多人超熱鬧的 很多人進來可能會說 根本沒有像你所說的這麼大的戰地 因為它有分南北館 那目前呢它是營運的地方 只有在南館 北館的部分可能要等到4月份到5月份 不過呢即使是這樣 你會發現為什麼人潮還這麼多 因為它最大的吸引力就是 它有非常多的店家是 首次引進台灣啊 最後你會發現很多店家都是走親民路線 逛起來你完全沒有壓力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媽咪在2023年 一定要推薦大家必來採點的地區之一囉 欸欸欸欸 你怎麼在看手機 已經開始錄了嗎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邊還是跟大家稍微說一下 因為我媽媽前幾個禮拜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就不小心跌倒了 但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它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可是也因為這樣媽媽 現在如果一個人在家 我都會很擔心 尤其要出院了 所以我隔天呢 就趕緊幫家裡安裝了一個超科技的配備 那就是TP-Link的兩款AI攝影機 這兩款的監控攝影機 它的功能性真的非常的強大 但用途真的完全不同 不過一個共通點 就是它可以利用TUBO APP 隨時去監看攝影機外的狀況 那因為我想要隨時隨地 都可以關心媽媽目前的狀況 所以我就把TUBO C225 安裝在家裡的客廳 這款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隱私模式保護 如果鏡頭前的拍攝者 它不想要被監控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按下這個隱私模式按鍵 那這時候呢 攝影機就會轉向收起鏡頭 簡單的來說呢 如果你某些時刻啊 你可能不想被監控 可能在做某些事情 還是在睡覺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就不會有被監控的壓力了 另外啊 會選擇這款放在室內呢 就是因為它是旋轉式攝影機 水平呢可以誇張的達到360度旋轉移動角度 水質呢也可以達到149度 基本上啊這樣的旋轉角度啊 已經可以讓我看到 我想看到的任何一個角落 攝影機最重要的感光元件啊 TUBO C225啊也是非常的厲害 這款呢它配備了一個 超級厲害的星光級感光元件 意思就是說呢 即使你把它放在一個非常昏暗的角落 但它還是能夠拍攝出超高畫質的印象 這點真的非常重要 畢竟呢感光元件如果太差的話 拍不出你想要看到的畫面 那不就白買了 AI偵測的功能也是非常的方便 它可以偵測人寵物還有小朋友的聲音 也可以即時的推播通知給你 告訴你即時的狀況 而一些基本的攝影機功能 包含移動追蹤 聲光警報 雙向語音通話 都一應俱全 那我最喜歡的功能就是它的 雙向語音通話 意思就是說 它可以透過攝影機內建的麥克風和揚聲器啊 做雙向語音通話 媽媽 欸 媽媽你吃飽了嗎 喔吃飽了 阿有吃藥了嗎 喔還沒有 忘記吃了 還好你提醒我 所以最近啊 像我要提醒媽媽要吃飯 或是吃藥 我都可以用雙向語音通話 重點它是雙向的 代表說媽媽如果想要跟我講什麼話呢 我這邊也聽得到喔 那除了這一台我裝在室內之外 另外呢我也裝了一台在室外 那就是TUBO的C420S2 那為什麼它要安裝一個在室外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媽媽家裡啊 住的社區是屬於比較老式舊社區 那它常常無聊下午的時候 可能會去鄰居家啊 但常常會忘記就是把門關上 不然就是有關上那個鑰匙還踩在上面 雖然呢到現在還沒有遇到什麼不好的狀況 但是啊總是會怕有什麼萬一嘛 這款呢它就是主打室外 最特別的功能呢就是可拆卸電池 可連續使用將近180天喔 意思就是你安裝起來會非常非常的方便 你不用再額外去拉一條電源線 隨便你要放在哪裡都是可以的 超級方便 也因為呢是放在室外 所以鏡頭呢就是它最大的強項 這款呢它配備了2K QHD的超高解析度 因為它也跟我剛剛那一款一樣 採用了星光級感光元件 所以它呢可以讓我在開啟夜視功能時 還可以呈現全彩的畫面 意思就是在視線不好的情況之下 攝影機呢還是能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另外呢它還有智慧AI的偵測與通知 就是它會利用AI演算技術啊 去識別攝影機前的人事物 如果你家門口常常有人會亂停車的 那安裝之後呢 你如果又遇到有人亂停車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知道喔 那這個對呀有一些商家店家 我覺得都是非常好用的功能 但是我媽媽這邊呢 還是為了要防搬一些闖空門的一個狀況 因為它一樣啊如果有偵測到會動的人或物體移動的時候 它也一樣會觸發聲音和閃光警報 雖然呢它是放在戶外 但是它一樣有雙向的語音功能喔 意思就是說如果這時候媽媽呢 出門又忘記關門或是鑰匙又忘了吧 這時候呢我就可以立即告訴她說 媽媽妳鑰匙忘了吧 媽媽妳要記得關門 但是要小聲一點 因為我怕會忽然嚇到她 欸我要出去 最後呢因為它有IP65防水防塵 所以呢你就可以安心的把它放在室外的任何一個角落 TOPLE C420S2它的記憶卡是存放在智慧網光上面 所以如果攝影機啊放在戶外啊 被有心人士破外 那你也不用擔心啊 記憶卡插在攝影機上面取走 這兩款攝影機呢都是搭配了TOPLE的APP 他們的軟體設定跟安裝都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所以這次我出遊呢才能夠即時的去觀看 媽媽在家裡的所有狀況 讓我非常安心又開心的出遊 開始了嗎 我現在很落魄欸 為了要拍這個 喔 開始了 好 這一站呢我們來到了台中的國家歌曲院 為什麼一定要來到這邊呢 這邊啊是被譽為世界上最難蓋的建築喔 在台中欸是不是很光榮 你仔細的去看一下它的維基百科 然後就發現啊它每個設計啊 其實都有巧思的喔 大家知道這麼多洞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邊啊它可以透光的小窗戶 白天的話因為燈光的照射之下 裡面會非常漂亮 那晚上它會怎麼樣呢 它會發亮 你有沒有看到 欸啊那邊為什麼都沒有窗戶 這是我自己猜的 那邊就是演奏廳 它這邊最難蓋的彎曲的地方 在演奏廳啊只要下音樂啊 或在演奏的同時啊 一樓都完全聽得清清楚楚 這是最難蓋的地方喔 媽咪現在就站在他們歌曲院的 六樓空中花園的部分 大家有看到嗎 我背後我真的覺得他們很用心欸 因為這邊是不收門票 你看這邊有花草 還有今年因為是兔年的關係 他們有很多小兔子的造景 非常可愛 然後帶小朋友可以在那邊走走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好啦我們這一站來到哪裡呢 就是來到鐵道文化園區 大家如果有一點印象 是不是覺得媽咪背後這個場景有點面熟 沒錯它就是以前的台中車站 經過大改造之後你會發現啊 現在景色完全不一樣了 因為它變成一個非常有規劃的小小市景 裡面就會有很多的商家店家 那來到這裡呢 除了可以在這邊拍照啊 為什麼媽咪一定要推薦大家來這邊走 因為它的位置地點非常好 除了我剛剛說到的 這邊可以走走拍照吃吃東西逛逛街之外呢 附近啊就靠近我非常有名的綠川 經過改建之後呢綠川也變得非常漂亮 尤其是傍晚的時候啊燈光打下來 逛完這邊的時候就可以走到綠川 那如果爸爸媽媽們帶小朋友的呢 旁邊呢就有綠空鐵道 可以在那邊騎腳踏車 假日啊還會有很多市集 所以這個景點呢也是媽咪在2023年 推薦大家必走的景點喔 接下來來到這一站呢就是市民廣場啦 台中必來的景點 為什麼媽咪要來推薦呢 其實你有看到嗎 後方今天是禮拜一喔 人潮這麼多 除了啊就是可以踏踏青啊 最主要就是它的地緣性非常的佳 後方呢就是連接著炒霧道 假日的時候呢 除了有很多的攤販市集之外呢 還有街頭藝人做表演 最重要最重要的性 連著旁邊呢還有一個審計新春 大家如果說走一走拍照啊累了沒有關係 隔壁條呢就是最有名的工藝路 工藝路最有名的是什麼 就是美食啦 其實這種種的原因媽咪推薦 如果你剛好有來到台中呢 2023年必定一定要來這邊 走一走散散步 最後來到這一站呢 後面空空一片 大家知道嗎 台中最有名的是什麼 其中之一就是夜市了 每個人來到台中呢 他逛的夜市了 就只有那幾個 逸中啦 鳳甲跟東海夜市 他們唯一的共通點就是 觀光夜市 代表什麼呢 就是比較貴啦 比較商業化一點我想 但如果你是呢 想要比較在地一點 媽咪推薦來到這裡 在地人都會來到的 漢溪夜市 這個夜市呢 它是屬於比較封閉式的夜市 事實上媽咪啊 一兩年前就有介紹過這夜市 那為什麼這次還要再重新介紹一次呢 欸很簡單 那就是之前媽咪的頻道流量啊 不是那麼的好 那現在有上升一點點我想說 再介紹一次 應該會比較多人看 就比較多人認識的啊 好啦 言歸正傳 漢溪夜市這邊啊 真的規模算是很大 那這邊談判呢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在地人啊 基本上都一定會來到這邊 如果呢你比較不喜歡那種 觀光夜市那種風格啊 推薦大家來到這個漢溪夜市 好啦 宜藏就是媽咪啊 花了兩天統整出來 2023年必採的六個景點 下次大家如果有來到台中啊 一定要記得過來走走看看喔 最後題外話媽咪要推薦給大家 如果你跟媽咪我一樣 常常會帶著小朋友出國啊 或是出去旅遊的呢 可以安裝TP-Link的這兩款監視器喔 這樣才可以出去玩的開心 又不用擔心家裡有長輩啦 或是你的毛小孩 會出什麼樣的狀況囉 像媽咪現在使用過的話 真的覺得沒有它不行了 出門啊真的是安心許多 大家有興趣的話 媽咪會把購買連結 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喔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加按讚 還有追蹤我的IG 那如果要支持媽咪的呢 也記得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吧 掰掰